楼下来个圣人找范爷爷 这孩子脑子有毛病 家里来人你就领进来不就完了吗 我怕他是找小米莉的 跟你爷爷一样 他说没说他叫什么呀 没说 但他说他叫二狗子 二狗子 二狗子 坏人哪 那个他倒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儿子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到我们家没别的事 就是借钱 借他不就完了吗 借他 你借他呀你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 到我们家借好几回钱了 一次都没还过 那咋办呢 那咋办 对呀 老公那咋办呢 我哪知道那咋办呢 你看你平时挺激烈的 我心灵 你看你们家认识这些人吧 来就是借钱 又来了 有了 过来啊 那不是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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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快 速度 快快 快 快来来来来来 快送一区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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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 好了 来来来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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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没办法 你过门了吧 大姐夫 这咋回事啊这是 没走错门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二狗都又到咱们家来借钱来了 二狗都又来了 那来就来吧 那咋整啊 来就来 他借钱来了你知道吗 那你就借他呗 你借他呀 我借他了 我上回借他500 还你了吗 没有啊 还是这回还借你的 你给不给 那你有就给呗 我这反正我就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他不要 他借一万 那我没有 没有 你就把他得罪了 告诉你们啊 我做生意的啊 你们都记住了 借钱的人 我见的多了 来借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不给他 你都把他得罪了 他就恨你 那咋整啊 这么整啊 大姐夫啊 你们配合我啊 今天 我让他借不着钱 还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大姐夫我告诉你 你就配合我啊 哦 哎 小倩 过来 刚才交代你的任务 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一咳嗽我就进来 好 行动 头头头必须放心吧 皮肤 赶紧的 把大姐夫这鱼给藏起来 快快快 大姐夫 啊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这个人心眼直 你说话 你 把不住门 你别给我说漏了啊 那我可控制不住 你就说你牙疼 你说不了话 我牙疼 谁相信我牙疼啊 这也不像牙疼的呀 怎么 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牙疼 来来来来来 大姐夫来张嘴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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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别吃 看看 看看 天了 不好看 天了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 赶紧 这边 这像 行不行 这像胖了 哎 嗨 二姐 二姐夫 大姐夫 哎 二狗子 我到姐夫那脸咋的呢 二狗子 他那个 你个上火了 二狗子 牙疼 说不出话 哎 你们小剧可太好了 这家进大门再吐帽子啊 我发什么家真有钱呢 你看这这这这这 又门鸭呀 哎 别走 咋的了 那沙发已经抵出去了 别给人做埋子了 啥情况这是呀 二狗子 媳妇 你别哭 你哭得我心里老难受了 二狗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欠人家家钱 咱们家还不上了 这不是人家债主 把这都疯了 这家具都抵出去了 这房子也抵出去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咋还假的呢 咋还假的呢 哎哎哎哎 收拾好卖 收拾好卖 有钱还钱没钱搬家 车马上就到了 你把脚给我抬起来 别把我地板给宰埋头了 站住啊 我说他那欠你多少钱呢 你欠我多少钱呢 三百万 多少钱 三百 二十万 零五百 三百 二十万零五百 哎哎哎哎哎 咋钱那么多呢 是啊 咋钱的啊 咋钱 咋老问我呢 不是 我我炒股 郭承荣 我未交物业费 好 你这物业费也太贵了吧 你能具体说是咋钱的不 不是 你换了这么多呢 你能替他们还是咋的呀 啊 瞅你这样就像借钱的 那个赶紧还钱